经常聚集的首尔的宏大商圈 那今天呢是周末天气不是很好 但我们看到呢 附近的这个行人呢依然比较多 但是通常在晚上呢 这周围的酒吧夜店开始营业呢 这里都会变得十分的热闹 韩国有不少这样的商圈 然而在夜晚的灯红酒绿之下呀 不乏有非法吸食贩卖毒品的情况 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 从去年的4月到今年4月的一年时间里呢 对全国57个污水处理厂 进行了定期的4次检测 那发现在所有的污水处理厂当中呢 都检测出了甲基本饼案 也就是冰毒等毒品 及精神类药物的成分 城市的地下污水系统呀 隐藏着包括代谢物 等人们生活的点滴痕迹 那韩国这次采用的就是污水分析法 通过采集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样本 分析其中的毒品种类和数量 再结合污水流量和污水处理厂服务区的人口数量 反推污水厂服务区的毒品滥用情况 那这种方法呢 是国际上的通用分析法 但在韩国上述首次 分析结果显示呀 以冰毒为例 韩国所有污水厂日均毒品的滥用量呢 为每1000人18毫克 尽管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表示呀 冰毒的1000人日均负荷量呢 只有欧盟多个国家平均值的51% 一些国家的1.5% 那部分的毒品的数值呢 甚至更低 但这仍然引起了韩国社会的一片哗然 那这样的结果 它毕竟意味着毒品呢 已经在社会上广泛的流通和滥用 在过去呀 韩国毒品相关犯罪率比较低 不过呢 自2015年起 韩国的检察机关和警方抓获的 涉毒犯罪嫌疑人呢 每年都超过了1万人 去年更是达到了1.8万人 同比增加了12.5% 而且呢 通过各种的科技手段呢 毒品流通交易的方式 也更加的隐秘 也加大了有关部门的侦查难度 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表示呀 这次的调查结果呢 对有关部门在地区毒刑监测 追查 涉毒 窝点等方面呢 都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呢 有助于构建科学严谨的 毒品安全管理体系 那接下来呢 还将以大城市为中心 进行更加深入的追踪调查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从韩国带来的观察 农阳 雪松 好 谢谢刘征的连线报道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